在土工組裡面,其實如果你看回 他就說,我們現在沒有一個很強烈的民意 說是怎樣處理這些丁屋或者丁地 其實這個是有前設的 因為其實本身已經先天不足 你看回他當日的問卷,或者所謂的點心寺 他拿到所謂丁屋的,其實只有一個 就是叫增加鄉村式發展地大的發展密度 就是說,不要讓他建丁屋這麼簡單 不要讓他建一個丁下吧 這個概念是這樣的 而沒有一個我們公民黨一直所說的就是丁屋節農 這個概念 現在其實是有九百公頃的官地 我必須強調這些是官地來的 九百公頃是預留給這些丁屋發展 即是鄉村式發展 這個是政府也好,或者現在土工組也好 是完全避免了這個問題的 而你用一張有前設的問卷的時候 當然你得出來的結論就不會有人說 因為你也沒有這個選項給別人說 究竟是不是應該為丁屋節農這個問題 第二點我想說就是關於戈爾夫球場 現在很有趣的 戈爾夫球場就說 為什麼不全面收了 理由就是說 因為有些股樹、有些股跡 如果要做的話 就比較難 但是呢 他去發展東大嶼又不發覺有這個問題 因為他去東大嶼的時候 他就說 我們有些既有的程序 有這個無論是城規也好 又或者這個環評報告等等 那麼處理到 那就起了 那麼同一道理 難道如果你發展高爾夫球場 不是也一樣的嗎 所以呢 整件事很奇怪的 他覺得 是不想做的事情 他就用這些 那些的股樹、股物 來做擋箭牌 當他覺得 要做要硬推的事情的時候 就拿這個 香港已經既有的程序 怎樣去處理環境保育的問題 所以開發也沒有問題的 這個是有些說不通的 另外就是 很奇怪的 這一點就是 他本來 整個土地大辯論 其實是建基於 一份2030加 當日的一份報告 而那時候就是 欠缺1,200公頃的用地 所以才出現 今天我們見到 這個土地大辯論 但是他整份報告 他就很簡單地 用了兩段 在第二章的2.1、2.2 就推翻了 就說 其實呢 1,200公頃不夠的 我們要多些 就是簡簡單單 兩段文字 也不是經過一些細心的分析 而推翻了 整串口的 2030加 計出來 1,200公頃 為什麼他要擴大這個數字呢 其實是不難理解的 因為如果你說 1,200公頃而已 剛才說不同的選項 分分鐘已經填滿了 我就說 丁屋的地已經是900公頃 再加上你 那裡的呼球場 又百多 加上棕地 其實很容易達標 那次200公頃 如果是這樣的話 還哪有藉口 去建這個東大嶼呢 所以呢 他為了製造 說 我們1,200都不夠的 我們要多些 那麼他就很合理地說 我們需要東大嶼了 所以整件事 看到 整個套路 其實為什麼 要強行 說要多些地 是多於1,200公頃 不是一個建基於科學的計數 不是建基於幾年 說的2030加這份報告 用了幾年時間 來做出來的一份報告 整個串口的報告 你就用了兩段的文字 就將它推翻了 我們不只要1,200公頃 我們多些 所以呢 我們要東大嶼了 所以整件事呢 就為東大嶼 量新訂造 來表述說 我們多於1,200公頃 是需要的 好了 那麼另外呢 就是 這個東大嶼的發展 也是 他這個 剛才所說的點心指也好 或者是 這個問卷調查也好 其實本身 是說東大嶼 是1,000公頃而已 那麼 那些市民 就著這裡來選項 嘛 但是現在林鄭 說什麼 1,700公頃 也都是在土工組 未有 未有 這一份 的完整報告之前 就已經出來了 已經說了前設 說要起了 1,700公頃 怎樣來 不知道 土工組之前知道嗎 不知道 那麼你現在就用回 這個1,000公頃 這個數字 得出來的文條 就說 有多少人去支持 那麼這個完全不是反映到那件事 好了 另外呢 就 關於 家裔的公園 那麼土工組那次呢 也說了就是 根據 市民意見 那樣 是認為 是不應該發展 這個交野公園 那麼我希望政府 就不要疏打贏妖 它呢 現在正在做化妲協 正正在做化妲協 那些的交野公園 邊緝地帶 就正在做面 那既然 如果你是應該尊重 土工組那裏 那就 Please 你尊重這個部分 了 那你就即時停止 即時停止 這一些研究 不要再ド 香港人的交野公園 而我最後一點想說,其實他整件事在選擇,在12月31日,2018年最後一天,這樣公佈,其實是越來越,就是那些作風就是,其實不想有人來,掛著放假,不想有人討論這件事,而更加過分的就是,在同一天,他就告訴你,派錢,這個稅那裏,怎樣回稅那裏, 就今天公佈那些詳情,其實就很明顯,就分散市民的視線,令到他可能,或者是傳媒的報導,他們都要平衡啦,大家都一定要報導這個關於派錢的,是不是? 那好像就找一件喜事,來衝一件白事,整件事,是不是? 那所以就是說,政府是完全是有策略,有預謀,為什麼是選擇,今天同一時間是公佈兩樣,這麼重要的一個政策,或者是一個,就是所謂的回稅,這個做法 那所以呢,這個做法,我覺得政府其實,很明顯就是對這個土工組,這份報告是沒有信心的 怕市民有很大的反應,很大的迴響,那所以,就要想一些東西來,來分散大家注意力啦 詩說的 請問 就是 recommended the Artificial Island Plan to justify that we need and we have public support for the huge Land Health and Moro Vision Plan OK, there's two points over here first of all, during the survey, the task force initially is talking about 1,000 hacker you know, that is the area of the Artificial Island but the CE, actually, she publicly said, you know, we actually need 1,700 so, the survey is actually based on 1,000, not 1,700 so, whatever figure or whatever, you know, return that you get is not reflecting what the government intend to do that's number one and secondly, if you look at the 2030 plus that report, that technical report it is actually about, you know, one inch thick it's, you know, it can carry out that study for, you know, over two years and from that report, it actually suggests Hong Kong actually require an extra 1,200 hacker OK, and that is where this task force, when it's first formed that is the foundation, where is it coming from and in this report, what I found very disappointed they only actually used two paragraphs just to say, OK, 1,200 hacker, we believe it's not enough so, we actually need more land now, to me, that is not a scientific study based on, you know, those two paragraphs I don't see any attachment or anything like that where they come up with that figure we require more than 1,200 hacker now, because of the entire thing once you go for the East Lantau which is the artificial island so, you just make it up to say OK, we require more land in order to, you know, fulfill that requirement so that we require artificial island OK So, you're kind of concerned that the government will still use this as a justification? I have no doubt the government is definitely saying it they will say, OK, we've got, you know a strong support for the artificial island but what they will not say is that survey is actually based on 1,000 hacker OK, OK OK, well,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